你永远想象不到于爱是什么小熊精 二馆长这职位当的 真的是太称职了 因为要营业 外公就用竹框给养小只 装了好多好多的笋笋 别的大熊猫吃完了 一般情况下拍拍屁股就走熊了 然后溜溜弯消消时 就完事了 而我们的爱姐却是与众不同的 当看到笋笋吃完了 于爱督午休出来上班了 看到框框还在外面 注视着门口 看了半天 发现外公半天没来收 就在大家以为爱姐不会管的时候 我们的爱姐咬着框框 屁股一扭一扭的 自己就自行打包竹框下班 领导要起典范作用 二馆长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觉悟很高 眼里非常有活 爱党敬业 果然二馆长不是白当的 操心有出力 还是第一次看见爱姐往家里收东西 一会要赶鸟 追鸟 一会又要收矿 爱姐真的是操碎了心 不得不说 爱姐真的非常聪明 当看到外公要收玩具的时候 爱姐就拼命阻拦 看到装笋笋的竹框没收时 爱姐马上就把框框给拿回去 因为下次装笋笋要乱 爱姐真的是分得清楚次的 知道什么该收不该收 收完框框的爱姐 就躺在吊桥上挠痒痒 真的太萌了 文竞中有透露着拽起 挠完痒痒了 不知道怎么的 爱姐就把自己的脑袋给卡住了 于爱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才不是大头 杀了 把看到的都拉出去杀了 二馆长真的是不知道 他有个爱大头的称呼 重庆的松弛感不止重庆人有 就连重庆的大熊猫也有 爱姐睡在地上吃笋笋 吃完了坐着 嘴里缩着笋皮 小手高高地举着 于爱 报告外公 还有笋笋吗 请得爱爱再加一份大笋笋 谢谢 前段时间 因为和哥哥分开独自营业了 爱姐找不到哥哥了 奶妈给爱姐加餐的时候 爱姐还生气地把笋笋给扔回去 爱姐胸不大 脾气倒挺大的 爱姐这技术都可以去打波拼了 这球发得真好